原转会泰鲁阁族代表铁拉油道和筹备委会正在积极筹划成立台湾泰鲁阁族自治协会 而总统蔡英文、袁明慧也将会全力协助族人们 并允诺将成立全台湾第一个自治示范区 自治筹备委员们同时也在感恩祭典上来宣示将开启自治之路迈向族人的理念 为了实现泰鲁阁族之理念 原转会泰鲁阁族代表的优导率领着自治筹备委员会 前往感恩祭典活动来宣示 准备委员会要启动开启自治的理念 并且成立协会和政府对话 共同实现主人们期待已久的泰鲁阁族自治 我们现在泰鲁阁族正在积极的推动泰鲁阁族自治 一大个部署的黑人一大个部署的黑人 我们在中央 在总统府里面一而再再三地提 原住民要自治 泰鲁阁族要自治 我们要先从泰鲁阁国家公园 跟林田上升的游乐器开始推动自治 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已经在启动 在这里要特别跟大家报告这个事情 这次委员会呈向我们宣导自治理念 也因为这次我们自治筹备委员会 我们也开了好几次的会议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透过这样子 我们德鲁阁不管是在四七的或是在部落的 摩盖巴里的这个一系列的活动 我们在这边开始在做自治的宣导 今天就是是在第二场是在花蓮市吉安乡 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我们自己的族人都能够来了解自治是什么 自治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要管理我们自己 因为相对的我们现在的那个传统领域 我们的传统的空间都是被外来的去剥夺了 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要恢复 就是让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的传统领域里面 我们能够来自己来管理自己 包括政治经济包括这些文化以及教育 尤其是在这个自然的资源 以及人文的这些资源里面 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呢就是利用这样的机会 我们这次就是这次在吉安乡的 那个摩盖巴里的这个系列活动 我们特别来这边就是让我们的族人 开始真正了解自治的意义 自治的目的是什么 随着政府重视推动原住民自治的政策 泰鲁格组自治筹备委员会正阶级在各部落每个角落 宣扬理念 近期也会成立台湾泰鲁格组自治协会 来启动自治的政策 记得教订休息一下